当然这里的还有另外一层含义 为什么要用这原子弹 不仅仅是为了快速进行开 因为就在二战基础 那么研发原子弹的时候 美国就也含着这样的意图 我拥有了这样王牌的武器 我就可以对苏联形成威慑 在世界各个地方对你进行限制 扔原子弹就没有像这样 那么剩下考虑的是两件事 第一个扔在哪 第二个要不要事先通知日本本土 因为马切尔将军认为 事先通知是对的 因为杀伤力这么大 我先告诉你让你百姓迅速疏散 我就给你个教训讨论 美国大多数的军方人员 不同意事先告知 为什么不同意 美军内部经过激烈讨论 达成了对日投放原子弹的决定 但是后续问题随之而来 原子弹究竟应该投放在哪里 投放前到底有需要通知日本 而让普通民众疏散 那么美军到底 会做出反应的选择呢 但是这个一讨论 美国大多数的军方人员不同意 事先告知 为什么不同意 这里边有这么三个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 原子弹虽然发明了 世报也成功了 要万一出现亚弹臭弹 他没想 怎么办 日本有可能直接把这子弹拿回去 拆开研究 没准他照你这自个做什么 这是第一个 他还可能拿去跟苏联交换 我把秘密告诉你 你保护我们下 这一下战争格局就复杂了 谁不想要这机构 第二个 如果你事先告诉日本 你别忘了 日本国内还有七天架飞机 他提前升空拦截你 美国的B-29轰炸机过去 B-29轰炸机本来就不灵活 没准在空突然也就给打下来 甚至你要是 要是他袭击你 你还不好办了 再有一个 日本有大量的美军俘虏 把美军俘虏过来 这样的士兵 你说在哪人好 我把我国民撤走 把你美国这俘虏都搁着 你自个人杀自个人吧 那日本那时候疯了 什么事都能干出来 所以有这三条搁在一块 不行 不能这么干 要这么干的话 那就完了 所以最后决定 不告诉日本